现在咱们是进入到了新款奥迪SAL它的内部 它在它的类似方面的话 整体设计与以前的车型差别不大 咱们来从左到右的看一下 左边是从左到右延伸的一个银色的装饰面板 这个银色其实还挺丝精的 非常的好看与这种黑色搭配起来 整个就是一个简约的风格 一直延伸过来 这里是一个触控屏 然后底下是空调出风口 空调出风口也是从左边一直延伸到了副架实侧 这地方是有两个背架 然后它的卡槽和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放在了这个位置 是它的挡霸的手感 挡霸呢比较适中大小 这一块也是有银色的装饰面板的 这个银色装饰面板的触感是相当不错的 这么好看 这个地方有个点击的接口 然后这里是装扶手箱的一个储物空间 跟A3来相比的话 这个地方是大了很多 最后还是同样的 跟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方向盘 这方向盘的话 给我的感觉跟A3的差别没有很大 也是受从光滑的皮质 经典的三幅式的方向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